六個被廉署落案起訴的人士 年齡介乎21至38歲 在九龍城裁判法院提堂 裁判官將案件押後至明年2月8日再審 以便進一步調查及諮詢法律意見 他們獲准以1至2萬元現金保釋後審 期間不准離開香港 及要交出旅遊證件 共方說六名被告 報稱住在京視泊選區一個住宅單位 不過護主說不認識六名被告 亦都沒有接待過他們 經調查後發現 六名被告真實的住址 分別位於九龍城、荔枝閣和元朗 控罪就說他們涉嫌在區議會選舉 向選舉事務主任提供虛假資料 在正式選民登記策裏 俄稱旺角煙廠街一棟大廈的一個單位 是他們的現時住址 並且有在選舉當中投票 各被控以一項罪名作出關於在選舉當中 投票的舞弊行為 涉嫌違反選舉條例涉及中票 香港歡頻電視記者何榮生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谢谢观看